用心感受玩具 大家好 我是极佳 这个造型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眼熟 没错 那这款知田信长的原型 就出自这幅信长之野望的例会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由TUF GUYS出品的 1比6天下不武 知田信长 这款的官方价格是788元 预定价格在700元左右 从价格来看 确实不贵 那么这款新厂出货的 第一款产品具体怎么样呢 别急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看起 这款产品一共有两个盒子 这个小盒子打开以后 是一个圆形的地台 以及对应的支架 主体的盒子就比较细长 正面是一个大的官图 背面就是里面配件的详情图了 那左右各有一个 带品牌字样的圆形封贴 打开盒子 就是这款的全部内容物了 有主体 两把合金的武器 以及两对替换手型 接着我们直接看到最重要的头雕部分 首先这个头发是采用插拔的方式进行固定的 开合的时候需要自行安插上去 这个头部的大货还是有点令我吃惊的 作为新厂出货的第一款产品 较官图来说没有明显缩水 那毕竟圆形是一个漫画风格的例会 在实体化的时候呢 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再做调整的 整个脸部加入了一些真人化的细节 比如皮肤上面的纹理 眼线 眼俭的涂装等 整个头发的开膜我觉得也还不错 发丝细致走势自然 不过刘海处着两扭碎发 是我个人认为比较败比的地方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刘海发丝的密度和头顶发丝的密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呢会有些奇怪 不过我发现 并角这里的头发呢 可能是为了层次感 所以是单独的分件粘上去的 结合的比较紧密 正面来看也是严丝合缝 那么这颗头你觉得怎么样呢 够还原历绘的形象吗 看完了头部 我们看回整体 那整套衣服有着浓浓的夕阳风格 这个类似披风一样的阵雨之呢 在领子处有铁丝可以用来塑形 这个铁链装饰 两侧这个固定的底座并不是粘上去的 而是通过锚钉穿孔固定 应该是不容易掉落的 两侧也有着还原历绘的胶印花纹 做工方面也还不错 内里都是红色的 针脚也比较规整 脱下披风里面就是一个夕阳的上衣 加武士库的混搭 竟然还挺带感的 那上衣是通过魔术贴固定的 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一些完善体型的肩垫 整个上衣的形看起来挺板正 裤子就没啥说的了 在背后是通过黑色的绑带进行固定的 红色绳子是单独绑上去的 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草鞋脚型方面 这个鞋底是单独绑上去的 绳子的绑法贴近实物 所以整个外观来看还挺不错的 武器方面就比较有趣了 是一把西洋长剑加日式短刀 这种奇特的搭配应该是光荣的原创风格吧 剑鞘是塑料的 剑身是合金的 同样是根据插画的造型来进行还原 那短刀的细节就比较一般了 刀刃的刻画更像是一把匕首 可动方面 衣服对活动没有什么干涉 基本就是素体的可动 素体采用的是COO的素体 关节紧实 把玩手感还是不错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款产品的所有介绍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满分十分 你觉得能打几分呢 请来弹幕发出你的评分 总的来说 作为新厂出货的第一款产品 这个表现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在700元的这个价位来看 性价比也是可以的 那毕竟是新厂的产品 我觉得还在观望的朋友应该是大多数 那么在极佳试水完以后 相信大家也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感受了 如果喜欢这个题材 我觉得是可以放心入手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视频的话 不妨点赞转发关注一下 我是极佳 我们下一期视频 不见也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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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